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多变量分析实物 那我提到的东西是预售屋销售效果的衡量 首先我们在设计这样的一个变数 设计这样一个方程式 设计这样一个多变量手段的时候 你要考虑哪些东西 首先我要找出一个所谓的效果变数 效果变数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 那预售屋最好计算的做法就是用天数 不然就是用套数 那所以说我们 此阶段我们讲的一个例子 举的例子是以天数 我们透过不同的诉求 饭房或新购跟杂志 所刊登的杂志 这三个会去影响你的销售天数 那也就是说这三个东西会影响到你的销售套数 那在这个做法 当然整个计算出来 你就可以算出你一天销售几套 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天数的衡量 除了这样以外 因为我们要做整体衡量 所以我们后来进一步再加以改进 改进成说我们讲八成套数 销售天数 也就是说基本上八成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代销房屋的时候跟建商在签约的时候会讲 我们在签约的内容大部分的话 只要超过八成的销售 基本上是不检讨广告费的 那既然不检讨广告费 所有的代销商它的努力目标 就是在这180天里面八成销售完毕 那至于说能不能延到十个月 我们讲的就是300天 那这个东西是见人 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就是协仓后的结果 所以在他们预计的部分的时候 他们都是预计六个月完销为最主要目的 然后它的设定目标是以八成 就是说八成的套数全部销售完毕 所以进一步进化的时候 本来是以天数 我们就进化到八成的套数的销售天数 作为Y的衡量 然后S的部分的时候我们也不断改良 因为当你整个研究越做越深入的时候 你在变数的掌握就越来越仔细 你在变数的掌握的时候就越来越精细 因为反正这重点是叫电脑就算很快 举个例子来讲像诉求 文案的部分有文案诉求 那我们今天讲的不讲创意那个部分 我们把它回归到功能面 如果说你讲创意这个部分 那就是非常很难衡量的 至少你在归类是不容易归类 至少既然不容易归类就没办法做比较 所以我在诉求部分是分图跟文 就是图主题跟文主题 然后幻房 我们讲比较大的豪宅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幻房 幻房有所谓的一次幻房二次幻房 我们不讲所谓新购 我们不讲新购的套房或者小家庭 然后杂志的部分是哪一份杂志 甚至于杂志之间的组合 那后来的时候再进一步再延伸 就变得更大了 我因为基本上销售套数天数是越短越好 那在理解上比较不好理解 我就用180天减掉8成的销售天数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就我们就这个Y的不输之就已经有一个进化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算出来说 他这个跟他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天数越高的效果越差 天数越少的效果越好 那我们就把它反推 那当然我也可以把它做成百分等位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后来我们发现一件东西 发现说调价的次数跟调价的比率 会影响到销售的状态 你想想看如果业主一个礼拜调一次 对不对 或者两天调一次 哇那你死定了 你这房子一定是完蛋 所以我们在调价的时候的话 它就有一个调价的次数跟调价的比率 那其实我们在算的时候 我们要算出一个加权的调价比 什么叫加权的调价比 统计上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是说 它可以用一个数字 或一个数字加上离差的数字来显示一堆资料 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显示一个资料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一种加权的方式 去显示一组状态 那为了让调价之间可以做比较 所以我们用调价比率 但是为了让一个数字 可以把所有的调价内容充分反应的话 那我们就会建立所谓的种指标 那这更细的部分的话 它是一种一种统计数字上的概念 跟运算 那这个我们先不讲 我们只强调在多变量统计分析的模式设计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的诉求 我们的杂志 那当然你这个Y你可以加以改变 改变成来人数 改变成套数 改变成有效来人 那重点是有效来人怎么定义 有效来人怎么定义 然后如果说一般人在想说 那你这Y的变数看起来 这样子 各位想看 虽然说只有4个或3个 那这东西 如果今天不靠电脑 讲去拿来人脑是没办法算的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每个诉求有3种组合 那基本上应该不止3种 远大于3种 那你想想看 每个诉求有3种组合的话 3乘3乘3乘3 是不是99 81 81种组合 也就是说81个格子 你要看出哪一个格子是最有效果的 这种组合那么多 人脑根本就没办法算 所以有很多人在讲 他有做研究 我常常在讲 那你的研究是什么 你的研究是不是乱讲 什么叫乱讲 今天讲是这样 喝过酒之后 讲又是那样 上KTV讲又是另外一个答案 其实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是非常不相信人脑的 尤其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的话 还有一种欺骗的嫌疑 什么叫欺骗 不见得你问的每一个人 他都跟你讲真话 那当然还有一些遗忘的特性 所以我常说 电脑 或者我们讲多变量分析 他最大的好事是可以验证 你今天算一次是这样 明天再算一次是这样 你变数组合改变的时候 再算一次也是那样子 前后左右 不管你哪一年哪一年哪一月 你只要资料一次 算出来结果是一样的 跟人的思考不一样 人 有很多人 像他做提案经理 做市场调查 你说他在调查什么的 他是靠记忆 那他的记忆对不对 你有没有验证吗 没有他今天跟你讲个数字 明天跟你讲个数字 对不对 讲一句难听 我说这些人 他一个最大的特征 就是老板相信他而已 不然他有什么历史资料 他有什么佐证 对不对 反正他就一言堂 每个代销公司就只有一个 对这个东西很长 他也没有资料 他就用个嘴巴讲讲 业主提报的时候 怎么讲怎么算 问题你怎么去验证他的想法 所以我们今天在做 多变量分析的时候 我们在做统计 或者我们做市场调查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为什么我们维持变数的一致性 最主要的目的是可以做比较 那为什么我们把变数变成百分比 也是为了要比较 因为你不能拿大象跟老鼠比吗 那你说我们就换个例子 大象跟老鼠如果吃减肥药 对不对 效果是不是会一样 那你重点的话 你的一样是指什么意思 你的一样是指公斤数一样吗 那更不可能吗 大象随便踩一下 就比老鼠多了好几倍 对不对 那可是如果说你说减肥药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比例是一样 也就是大象 300公斤 可以减30公斤 老鼠3公斤 可以减0.3公斤 比例上有可能是一样 那当然这个东西 在药性上会有所谓的 大很大 小很小 或者大很小 小很大 不一定 重点是你可以验证 然后验证的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可以加强管理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建构你的模式的完整性 也就是说你模式越来越完走 你的模式的预测力越强 你模式预测力越强的话 你就可以更快反应 而且更容易接近成功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张明义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各位